秋季怕上火,就多吃些萝卜 做个酥馅饼,吃着比肉都香 薄皮大馅,清甜味美,百吃不厌 300克普通面粉里加入3克盐 180克30度左右的温水 搅拌成絮状 下手揉成偏软的面团 移到案板上,继续揉几分钟 将面团揉至细腻光滑 搓成苍条 全分成8个面剂 再把每个面剂都揉成光滑的小面团 将小面团的底部都沾上油 留出足够的空隙,在盘中摆好 表面再刷油,守住水分 盖好保鲜膜,洗面1小时以上 接着把萝卜去皮后插上丝 萝卜的品种水一选 白的,红的,绿的都可以 再擦点胡萝卜丝 加入适量盐拌匀 静置15分钟,杀出水分 然后攥干水分 放到碗里 加入葱花 虾皮 加入热油 瞬间香味扑鼻 再按个儿口味,加一些蚝油 胡椒粉 香油 翻拌均匀即可 简单又不失美味的素萝卜馅就调好了 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20克面粉 加入30克热油,搅拌均匀 调成西欧酥备用 看一下形好的面团 软软的 延展性非常好 按板抹油,防粘 取一个小面团,按扁 左右拉长 再擀成长条 一头要赶快一点 留着放馅 均匀的涂抹一层油酥 再放上馅料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边称边卷 饼皮称的越薄,口感就越好 收尾厨拉薄,压在下面 再轻轻按一下,这样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做好的生坯,在入锅前再轻轻擀薄 电饼盛开中大火,预热刷油 放入馅饼生坯 一面烙至变色后翻面 另一面烙至上色,再次翻面 反复翻烙两次,使其受热均匀 两面都烙至金黄酥脆即可出锅 这样我们的香酥馅饼就做好了 表皮酥酥脆脆,薄皮大馅 简单又不失美味的素萝卜馅 今天爽口,吃着比肉都香 这样做的树馅饼,全家人都爱吃 一周吃三次都不嫌腻 如果你也喜欢,就赶快安排起来吧